西有琉璃瓦,今有身边人,欢迎收听琉璃故事会 那就拜托你啦,我的宝贝 陆瑶笑着将两手的礼物塞到我怀里 随之将躲在他身后的陆思青推了出来 陆思青穿着一件白色脸帽衫 手里抱着毛绒熊,明明和我同碎 整个人却散发着少年独有的干净清爽 多帅的男人,可惜是个傻子 我打开微信收款码,扬一扬下巴 一个月,只管吃住 成交 陆瑶给了我一个熊豹 随后转身下楼,驾驶着跑车呼啸而去 屋里顿时变得安静下来 陆思青豹熊站在门旁边,眼神怯生生的 我对他招了招手,像哄孩子 你怕我 陆思青摇摇头,小心翼翼走近 拽着我的衣袖喊 姐姐,我耳根瞬间红了 他竟然喊我姐姐 呜呜,反差感拉满了 好想蹂躏他 窗外的阳光落在他的发间 又滑至眼底,散着细碎的光 我从兜里掏出早准备好的棒棒糖地过去 忍不住点起脚摸了摸他脑袋 真怪,这个奖励你 我与陆思青姐弟俩相识于儿时 那时两个人是由陆奶奶照看 挤在小小的房子里 陆思青虽然和我是同一年出生 却是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后来两人被那有钱的爹找到了 结果陆思青出了车祸 脑子被撞坏了 然后就成了现在这样 原本我以为照顾个傻子会很难 但陆思青却乖巧地出奇 我炒菜,他会帮着盛饭 我拖地,他会乖乖叠衣服 但唯独有一点不好 他太过粘人了 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清理厨房间 但陆思青却死活不肯进去 他一手拽着门框 一手捏住了我的衣角 急得眼眶都发红 我开始不耐烦 为什么不肯自己睡 嘿,跟姐姐睡 陆思青低着头,眼神纯净 活像只被丢在门外的大金毛 我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没了脾气 想着反正他现在就是个孩子 一起睡也没什么 可当他躺在身边将我抱住时 我才察觉到不对 陆思青很高 至少比我高出一个头 所以他能将我整个人圈在怀里 明明是个傻子 身材却异常的好 隔着衣服都能摸到那流畅的肌肉线条 我虽然是个眼狗 但佩卓陆思青那单纯清澈的眼神 实在是不敢多摸几下 过了几天 我也就从尴尬变成了习惯 甚至有时候还要被迫为他讲端睡前故事 一本故事书翻来覆去的讲 我都腻了 陆思青,我教你玩游戏好不好 我把故事书丢一旁 举起手柄晃了晃 陆思青看了一眼 继续叠衣服 不玩 真难伺候 我拿出手机浏览购物软件 准备为他重新买几本故事书 正翻看着 手机突然来了条消息 是我那两年未见的前男友沈弥 我回国了 见一面 一句简短的话 让我突然握不住手机 我曾和沈弥纠缠了五年 最后却在订婚当天收到他要出国的消息 还记得为了订婚宴我准备了小半年时间 结果却成了亲朋眼中的笑话 原以为我对他断了念想 可没想到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容易不甘心 至少得让我知道原因吧 我没有犹豫 几乎颤抖着打出一句 好 老地方见 第二天 我早早起床 破天荒化了个整装 准备出门时 陆思青突然拽住了我的手 说想跟我待在一起 一个人 害怕 陆思青声音很小 带着恳求 我看了看房间 满屋子电气 确实留他一个人 不安全也不够负责 于是我开始对陆思青约法三章 不许乱跑 没有我的允许 不许乱说话 不许 先这样吧 陆思青明亮的眼睛 笑成了月牙 连忙点头 好 他确实说到做到 一直到了地方坐下 都没有说多余的一句话 等了大概二十分钟 沈迷出现了 身旁还有一个女人 长得很漂亮 身材也很好 至少比我好 我所有准备的问题 全部卡在了喉咙里 一时间都不知道 该不该打招呼 沈迷似乎也很惊讶 我会带个男人 但她也只是愣了一会 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好久不见 这位是 沈迷礼貌开口 我本想说一个朋友 但是当看见他贴心 为那女人脱下外套时 突然犯了傻 男朋友 话音刚落 我察觉到身边的陆思青 似乎顿了下动作 我连忙转头去看 发现他依旧专心吃着冰激凌 似乎根本没听懂我在说什么 我快结婚了 所以 沈迷推了推鼻子上的金丝眼镜 神色有些犹豫 旁边的女人看不下去了 抢着开口 她出过钱把婆婆的镯子 放你那了吧 现在我们要结婚了 镯子也该还回来了 我低着头搅拌咖啡 直到女人再次询问才抬眼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女人脸上浮现得意 四年 看来我找到了原因 沈迷毁约出国不过两年 这情况很明显 她劈腿了 想到这几年来的憋屈 我决定给这个男人点教训 我翻出手机中存留的合照 以及订婚宴的请帖 告知女人她被删了 我知道啊 爱情不分先来后到 而且她爱的本来就是我 女人勾起红唇 理直气壮 原来是一对狗男女 我也懒得跟他们纠缠 直接比了三根手指 三万 保管费 沈迷还未做出反应 女人倒是更嚣张了点 指着我骂不要脸 我倒是不急 直接对回 那你呢 知三当三 女人哑口 随后她抓起桌上的水杯 就朝我泼来 下一秒 我的眼前被一片阴影笼罩 是陆思青挡在了前面 接下了这满满一杯滚烫的咖啡 顿时她原本柔顺的头发 变得杂乱不堪 那白皙的皮肤 也被烫出了点点红印 我心里着急 拽着陆思青站起身 下次再找你们算账 离开咖啡厅后 我找了个最近的药店 买了一堆东西 陆思青就坐在门外的长椅上 满身脏兮兮的 看得让人心疼 我先是用纸巾 为她擦去污渍 再拿出药 处理那些烫到的地方 棉签沾着药水 触及到肌肤时 陆思青往后躲了躲 嘴里发出小声的 嘶 现在知道痛了 谁让你挡的 笨死了 我撇了撇嘴 手上动作放轻了点 陆思青摇摇头 一双眼睛亮晶晶的 让人一不开目光 不可以 欺负姐姐 她的声音清清甜甜 像夏日里的一罐西瓜气泡水 带着陆思青回家后 为了避免她碰到伤口 只能亲自帮她洗头 还好这小傻子够乖 整个过程下来 坐在小板凳上一动不动 直到洗完我才发现 她的眼角都被洗发水 拉红了 刚准备教育几句 陆瑶就来了电话 我的大小姐 你什么时候来接你的宝贝弟弟啊 我拿着毛巾 揉了揉露思青的脑袋 抱歉啊 夜夜 我可能暂时回不来 这段时间 你尽量不要出门 附近有陌生人的话 就打电话告诉我 陆瑶说得很快 语气是从未见过的严肃 我还想问原因 就只听到 那边传来多的挂断声 被亲姐姐遗弃的陆思青 此时毫不知情 正在认真的为自己擦头发 算了 就当多赚一个月的钱吧 我放下手机 拿出吹风机 刚插上电源 就听到一阵敲门声 声音很轻 并且间隔时间较长 第六感 告诉我不对劲 正准备走过去看猫眼时 陆思青一把将我拉住 力气比往任何时候都要打 我被扯到重心丢失 整个人摔到了他的怀里 噓 陆思青低头贴近我的耳朵 发出小小的单音解 我心里一惊 嘴却被他捂住 发不出任何声音 直到门外 响起远去的脚步声 他才放下了手 我伸手推了推 将两人距离拉到正常 你刚刚 什么情况 我死死盯着他 心里也起了疑云 平常一句话都要拆三半 才能说清楚的傻子 刚才能反应这么快 怎么想都不对劲吧 面对怀疑 陆思青皱了皱眉 依旧是一脸无辜 瑶瑶姐说 有坏人 要躲起来 回答看上去毫无破绽 但是深究起来还是问题太多 陆思青这家伙 该不会是在装傻吧 我蹲在地上 将陆思青左看右看 他也跟着我的视线四处移动 十分钟后 我揉了揉发酸的眼睛 打算放弃 以前有听过陆瑶说 他们家里情况复杂 但不愿意仔细说 我也就没有继续追问了 第二天一早 我就在同城送货上下单了个监控 挂在门外 本想抓到昨晚敲门的那人 结果却在视频里发现了 沈迷的脸 当然还有他的那位未婚妻 真行 我还没找他们麻烦 现在居然有脸来我家了 来道歉的 还是准备出钱拿镯子 我没好气开门 对于这两人 一秒钟都不想多看 女人吃笑一声 你穷疯了吗 本来就烦躁 听到这么一句 我真来脾气了 我转身进屋 拿上桌上的水壶 直接朝两人泼去 随着尖叫响起 两人也成了落汤鸡 姐姐 陆思青的声音 从身后响起 她跌跌撞撞朝我跑来 眼睛里满是担忧 我连忙摆摆手 告诉她我没事 你们就庆幸吧 我今早没烧热水 下次再来找我 记得带钱来 哦 对了 得赔我宝贝的医药费 我伸手挽住 陆思青胳膊 朝着两人扬了扬下巴 沈迷瞪了我一眼 然后转身用细细 擦去女人脸上的水迹 你对我有气 别吵甜甜撒 而且我们俩早断了 现在撕破脸都难看 沈迷皱了皱眉 对我露出嫌恶的表情 她从没这样护过我 起初我以为她只是直男 不懂得照顾人 没想到原来是单独 不愿对我好 看着那个甜甜依偎 在沈迷怀里的模样 我怎么都觉得眨眼 未等我开口 门突然被关上 咚的一声 陆思青的胸膛 出现在了眼前 姐姐不要看 坏人 我陷入了一个 暖和结实的怀抱 耳边是陆思青 磕磕巴巴的安慰 她不会抱人 只会把我当那只玩具熊一样 紧紧抓住 嘈杂的声音 和令人反胃的面孔 被隔绝在外 我下意识将手放在了她的腰间 等回过神来 泪水早在眼眶打转了 真丢人啊 我连忙低头将眼泪擦干净 扯开话题 今天表现很棒 请你吃牛排好不好 吃蛋炒饭 会开心 陆思青摇头 并且卖腿朝着厨房走去 看着她那高挑的背影 我不禁陷入沉思 这什么意思 她要下厨 我从不怀疑陆思青的乖巧 但说实话 对于她能不能拿稳菜刀这件事 我实在担忧 为了阻止事故发生 我只能将她赶回客厅 但人倒霉起来 什么事都不顺利 因为忘记补充食材 冰箱里早就空空如也 陆思青这家伙倔得很 认定什么就不会改 所以我也懒得问她 能不能换其他的菜单 从监控里确认 那对狗男女已经离开后 我换上衣服 带着陆思青出门 我住的地方离市场较远 并且附近只有一个小超市 里面卖的东西贵死了 我宁愿多走路 也不愿意做冤大头 原本一切都很顺利 陆思青被我牵着手 一言不发走在马路内侧 秋日的天气凉爽 微风一吹 我心里也舒畅不少 陆思青 你姐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开始主动聊天 陆思青摇摇头 用鞋肩踢着小石子 她从小就有这个习惯 走路的时候永远不安分 虽然无伤大雅 但我还是挺心疼 她搅上那双价格不菲的名牌鞋 算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都行 刚好可以 我的后半句话还未说出口 腰间突然被扯了一下 随后整个人都转了个圈 突如其来的示众 让我没法站稳 歪了歪身子 便摔进了陆思青的怀中 紧接着耳边传来 刺耳的汽车鸣笛声 陆思青身体在颤抖 连心跳都开始加快 记忆如同潮水袭来 让我无法挪动步子 十几年的那场车祸里 出事的不仅是陆思青 还有我和我的父母 我的父母双双丧生 而我从那时开始 就背负了不少债务 所以留下阴影的不只是他 还有我 车 姐姐 小心车 陆思青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嗓音支离破碎 他低头看我 眼尾泛着红 好看的鼻梁上 也冒出了层层汗珠 我平复好心情 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 有姐姐在 不会让你有危险的 陆思青眨了眨眼 嘴角露出一抹明朗笑意 为了防止陆思青再受到惊吓 我决定将步行改为坐车 来到商场后 我直奔食材区 开始精挑细选 等到抬头时 才发现陆思青正蹲在一个货架前 目光专注 我拍了拍他毛茸茸的脑袋 顺着视线看去 是一个做工精巧的玻璃球 用泡沫做成的雪景里 蹲着一个可爱的小兔子 儿时的记忆接踵而至 父母还在时 我过生日总会收到一个 类似于这种的玻璃球 而那些现在都被我锁在了衣柜最里层 连看都没再看一眼啊 把陆思青带回家后 他乖乖扫地 我则钻进厨房 不知道是不是被那对狗男女气的 我到游的时候 不小心被剑到了手指 疼痛感让我下意识喊出了声 正准备关火 用水冲一下 就听到啪哒啪哒的跑步声 姐姐 陆思青皱着脸 轻轻握住了我的手 急得眼睛都红了 明明是我受伤 倒好像他比我还疼 你干嘛那么紧张啊 再来晚点 伤口都愈合了 我忍着笑意打趣 陆思青低头轻轻吹气 为我那发红的手指带来点凉意 喜欢姐姐 所以会担心 他说得很慢 可每个字都很清晰 我突然红了脸 因为他看我的眼神 似乎比看那个玩具熊还要认真 那天夜里 陆思青不再听故事 而是紧紧抱住我 紧到我能听到他的心跳 第二天 我睡了个懒觉 醒来时接近中午 身边的陆思青不见踪影 原以为他是躲在哪看书 但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看着紧闭的门 我开始着急了 连忙打电话给他 但想了半天也没人接 我又打电话给陆瑶 依旧是无法接通 这下是真的慌了 我不敢犹豫 拿上衣服出门 沿着街道一路寻找 我边走边问 深秋的日子里 硬生生冒出了层层薄汗 不好的预感从心头冒出 又被我压下 不知不觉 我走到了那个超市的路口 原本干净的地面 如今有几滩碎掉的玻璃茶 我平住呼吸走近了一点 终于看见滚在一旁碎掉的玻璃球 里面的那个白色小兔 被染上了泄色 在宣告着不久前 这里发生过多么害人的事情 陆思青的脸庞在脑海闪过 我不敢再看 浑身都开始颤抖 此时手机响起铃声 像是在印证我的猜想 喂 陆思青的家人吗 这边是第一人民医院 另一端的声音像把利刃 将我仅存的一丝希望狠狠刺破 我忘记自己是如何来到医院的 只记得看见陆思青那张毫无血色的脸时 脑子中的那根弦彻底断掉 医生 我是他的家属 我努力压下心中慌乱 却止不住身体的颤抖 医生瞥了我一眼 随后拿出一张单子 指向脚费处 说 快点签字 我们这边马上开始手术 你先去把费用交了 我拿过笔快速签完 随后又低头看了眼费用金额 含义顿时遍布全身 三万四 我只有一万 不敢耽误时间 我立刻拨通路遥的电话 可还是无人接听 亲戚那边自从订婚宴后 就对我只剩下嘲讽 根本不会在这个时候借钱帮忙 我快速思考一阵后 想到了沈弥 几年前为了供他读书 我同时打好几份工 总共花了三万多 我一定会把钱还你 沈弥当年的承诺在耳边响起 可现在我不确定 他会不会承认这笔钱 不过也没办法了 我只能赌 不敢耽误时间 我回家拿上那个手镯后 就拨通了沈弥的电话 很快 我来到了他的新家门外 开门的是那个田田 他穿着好看的黑色连衣裙 头发打理的精致 与他比起来 我只有满头大汗 和毫无修饰的脸 谢谢你愿意把镯子还给我 沈弥将我邀请进屋里 脸上挂着那善解人意的笑容 我往后退了一步 将镯子护在了身后 供你读书的三万块 能不能现在还给我 我低着头 嗓音沙哑难听 沈弥神色一领 三万 我记得那个时候 是你自愿出钱的吧 看着他那副丑陋的嘴脸 我只能赌 你现在把钱给我 我把镯子给你 然后咱们俩的是一笔画清 不然咱们谁也别想好过 我将镯子护得再紧了些 手心不停冒汗 沈弥思考了片刻 随后嘴角扬起笑意 冷冽且阴险 齐爷爷 如果你真的需要钱 看在以前的情意上 也不是不能给你 沈弥是个禽兽 表明在怎么装得像人 也掩盖不住他的本性 一切事情 只要牵扯到他的利益 他就会撕下面具 他将那个田田抱在怀里 手指绕着他的头发 给他道歉 他开心了 钱马上转过去 我仿佛被万一试骨 巴不得下一秒就离开这里 可以想到陆思青还在医院等着我 就没法挪动一步 那就跪下说对不起 很简单的 田田扬了扬下吧 我的手指用力到 快要捏碎手机屏幕 心中的怒意 化作无用的泪水 在眼眶里打转 啪 双膝落在了地板上 我低着头 忍着恶心说 对不起 请把钱还我 肆无忌惮的嘲笑声从耳边响起 田田将玉镯从我手中夺过 他嫌弃地拿脚背 踢了踢我的肩头 我的自尊 在这一瞬间 被踩进了泥里 沈迷信守承诺 将钱转到了我的账户 并且放出狠话 让我别再出现打乱他的生活 我死死盯着他看了一眼 随后转身离去 这些账以后再想办法讨回 现在最主要的 是就回陆思青 我不敢耽搁 拦下出租车直奔医院 终于将费用全部交上了 陆思青已经度过了危险期 亲眼看着 他从手术室推入病房 我悬着的心才算落下 我趴在床边 小心翼翼握住他的手 看着他微微起伏的胸口出神 此时月色破云 紧绷了整天的神经 也终于放松下来 我如同一只泄气的皮球 后怕与内疚涌上心头 明明前一天我还信誓旦旦 告诉陆思青 说有我在就不会有危险 结果现在弄成这样 手机屏幕突然亮起 冰冷的消息推送 祝我生日快乐 我再也控制不住 低头哭了出来 陆思青你真的是个大傻子 我不要礼物 以后都不要了 你快点醒醒吧 我呢喃着 泪水迷糊了视线 嗓子也格外的疼 好像在记忆里 除了父母外 一直陪着我的人 就只有陆思青了 所以求求你 快点醒来吧 我不知道哭了多久 直到护士寻房提醒我 这才发现自己哭到睡着了 因为接下来几天 都得在医院陪护 所以我拜托小护士 帮忙留意点 自己则是抓紧时间 回家拿换洗的衣物 今天太晚了 你先回去休息 明早再重新办个陪护证明 和住院手续 小护士抱着文件夹 指了纸墙上的钟 我有些放心不下 但想着 也就几个小时到早上 于是点点头同意了 回到家后 看着空荡荡的屋子 一时间居然有些不适应 就连睡觉 我也是抱着陆思青最喜欢的 那个小熊玩具 第二天一早 我拎着热乎乎的早餐来到医院 却发现陆思青不见了 家属办理了出院手续啊 你不知道吗 小护士看着我 满脸疑惑 家属 她的姐姐吗 我拉着小护士急切地问 小护士忙碌着手头的工作 那我不清楚 手续资料都很齐全 病人也醒了 出院也是经过她本人同意的 这句话比出院更让我感到不解 陆思青醒来了 怎么会不告诉我 而且是陆瑶的话 也应该第一时间联系我才对啊 我还想多问 但是小护士却起身忙其他的事了 我原地琢磨了半天 确定陆瑶没有消息之后 又拨通了她的电话 一连打了十几个 还是无法接通 怎么会这样 搞错了吧 我继续往病房里走 试图找出一丝线索 但床位早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不死心 接下来我在医院里转了一圈又一圈 甚至跑到保安室 求他们让我看一眼监控回放 别闹了 赶紧出去吧 保安大哥不耐烦地将我往外退 我背着一大包东西 就这样站在医院门口 四周人来人往 却没有一张脸 十路思青 在路口站了很久 直到乌云堆积 落下点点雨滴 雨水冲刷着大地 将我整个人都浇了个透 咚 我将早餐丢进了垃圾桶 看着他们一点点没入雨中 胃不合时宜地疼痛起来 一抽一抽的 似乎要将我全部力气都偷走 我躲进了公交站台 弯着腰喘气 疼 浑身上下都在疼 我将头埋进壁弯里 让泪水混入满脸的雨水中 那个傻傻的 一直担心我受伤的小傻子 就这样不见了 陆思青 你到底在哪呀 我低声乌液 细微到难以听见 那天之后 我又去了几趟医院 甚至跑去报警 但是医院拿出了完整的手续 甚至还有陆思青的签名 那三个字写得苍净有力 是我从未见过的好看 我坐在警局里 捏着这张单子 许久都没能回过神 原来 我才是那个傻子 小姑娘你别多想 有时候人的谎言 确实难以分辨 警察大哥拍了拍我的肩 安慰着将我送出了门 谎言吗 好像确实是谎言 我回到家后 将陆思青的东西 全部收拾好 放进了衣柜最里层 没有陆思青的家 安静的可怕 我坐在沙发上发呆 从越升到越落 自从陆思青失踪到现在 已经整整十天了 我无法联系到陆瑶 或者说 我找不到任何人 世界好像再次回到原貌 我也再次回到 那个无人相伴的企业业 我在家里窝了好几天 直到一封信的出现 那封信是从门缝里挤进来的 上面的字迹和那张医院单子上的签名一样 出自陆思青之手 不要找他 不要联系 就当他从未出现 就当他从未出现 明明当初求我收留的人是他们姐弟 如今一言不发 将我抛下的人也是他们 要我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真是潇洒呀 我吃笑一声 将信撕了个粉碎 随后 我又拆走了门口的监控 甚至懒得看一眼 到底是谁送来的信 对于陆思青的东西 我将衣物全部清理出来 贵的挂在二手平台上卖了 便宜的直接捐了出去 花了一整个上午 将家里关于陆思青的痕迹 清理得干干净净 最后只剩下那只玩具熊 我犹豫了很久 最后还是将它拎起 丢到了难以看见的角落 至于工作 我找了个家附近的辅导班 每天三点一线 活得像个退休人员 就这样过了小半年 平静到同事都看不下去了 齐老师 你还没男朋友吧 同事端着糖瓷茶杯 朝我看来 我批改着面前的作业 按了按背气到发疼的太阳穴 没这方面的想法 同事来了近 我老公那边有个表哥 哎呦 一表人才 你看要不要认识认识 下班了 明天见 我将作业合上 果断起身 同事剩下的话 全卡在喉咙 糖瓷杯盖 搭搭扣了上去 我跑得飞快 心里盘算着 今晚给自己弄条红烧鱼 虽然对于爱情和友情我毫无想法 但对于吃的方面 我还是比较讲究 蹲在玻璃柜前面看了许久 想要选出一条肥美的鱼下锅 这条不错 清冷的声音从身后响起 犹如电流般穿过我的大脑 微微抬起的手指 就这样悬在了半空 是陆思青 这个我熟悉到 不能再熟悉的声音 就是突然出现 又突然消失的陆思青 我没有回头 直接起身就走 手臂却被轻轻拽住 姐姐 陆思青的嗓音 带着点怯懦 像急了被陆瑶送到我家的第一天 我捏紧了包带 用力到指节微微泛白 认错人了 我不愿回头 只想快点离开 姐姐 我回来了 陆思青绕到了我面前 低下头来 半年未见 他的头发长一些 相比起印象中 抱着小熊玩偶的少年 现在他脸上多了几分贵气与成熟 陆思青的手一直捏着我的胳膊 力气不大 却像烙铁般让我难受 我往后退了一步 正脱开 我不认识你 陆思青一正 方才挂在嘴角的浅笑 如今变得格外僵硬 我收回放在他身上的目光 拎上买好的菜 走向收音台 我不乏很快 想要远离他 陆思青跟在我身边 距离不远不近 能闻到他身上淡淡成花味 直到结账出门 走到家楼下时 我才停下步子 你再跟下去 我就报警了 我转过身看向他 陆思青脸上滑过一丝错愕 随后他摇摇头 我只是想送你回家 我掏钥匙的动作一致 怒气逐渐上涌 快要爆发时又被我压了下去 不用了 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 陆思青 我不想看见你了 陆思青没有听我的 依旧是每天都会出现在我楼下 一袭干净的白衣 配上那低垂的眉眼 活像以前那只被亲人抛弃的小狗 我站在阳台上往下看 手里被豆浆烫出了红印 搞什么 明明我才是被丢下的那个 委屈与愤怒填满胸口 索性将窗帘拉上 不再看他 就这样被蹲了一个星期 我再也忍不住 把他喊到了跟前 陆思青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想你了 还想和你解释清楚 陆思青语气软软的 他低头看我 眼角泛着红 我知道继续躲着也没用 这家伙就是头绝驴 别人是撞南墙 他是撞完之后 还要把砖土砸个粉碎 我叹了口气 找了个长椅坐下 说吧 陆思青似乎没有料想到 他神色一变 嘴角是一出来的笑意 我不是有意骗你 我和陆瑶被接回去后 继母就开始盯上我了 所以只能装傻躲避 半年前我爸病重 继母想让我死 所以趁我出门给你买礼物时 派人制造车祸 陆瑶赶回国将我带走 才躲过一劫 陆思青缓缓说着 期间时不时偷看我一眼 不联系你是因为怕他们对你动手 这半年来我一直在处理这些事 现在都结束了 陆瑶拿到了继承权 所以我第一时间来找你了 我真的喜欢你 喜欢到发疯 从小时候就喜欢了 所以我想找你 又怕你被伤害 对不起 与毕 陆思青沉默了起来 我见他没打算继续说下去 便起身准备去上班 陆思青也跟着起身 继续变成那个黏人的小傻子 你说完了就走 跟着我干什么 我也去上班 陆思青又开始踢石子 随便扬了扬手里的资料 我一眼认出这是辅导班里发的工作手册 顿时气到语色 非了他一记白眼后 我再懒得多废话一句 原本想在工作时把陆思青当作陌生人 但抵不住他左一句姐姐又一句姐姐的骚扰 真是要疯 刘老师 你之前说的那个水水表哥 有时间还来见一下吧 我选择用相亲来逼退 同事正往糖瓷杯里加茶叶 听到这话眼睛都亮了 他正准备开口 却被陆思青横插进来 陆思青一把揽住我的肩膀 委屈到能掐出水 姐姐 你不能跟我吵架 就出轨吧 我黑了脸 一脚踩在了他那天架鞋上 滚 陆思青痴痛哀悠了一声 随后脸上是荡漾开的笑容 同事看不下去了 偷偷跟我说两个人在一起的互相理解 不要吵架之类 我气到恨不得当场离职 原以为接下来的日子会大不了是不停被烦 但我还是低估了小狗的粘牙度 陆思青一路跟着我回到了家门口 哼哼唧唧地说自己没地方住 那你就回去 我没好气瞪着他 姐姐我头疼 可能是伤口还没好 陆思青拉了拉我的衣角 皱着眉点地点自己额头 脑海中出现他出车祸后那张毫无血色的脸 我心软了一点 收留你一个小时 等下让陆瑶接你回去 我拿钥匙开了门 也成功地 引狼入室了 门才关上 我就被拽入了他的怀里 少年的体温混着橙花香 让我大脑空白了一秒 反应过来后 我连忙伸手想要将他推开 可孤注腰部的手越收越紧 陆思青的碎发贴在了我的颈侧 姐姐对不起 他的声音低哑 混着哭腔 仿佛火星点燃引线 攒了半年的情绪 铺天盖地而来 我跆拳狠狠砸在了他的肩膀 还未开口 嗓音就以支离破碎 陆思青 你真他妈的是混蛋 我一遍遍骂着 泪水打湿了他的衣服 紧接着 温润的触感落在了唇间 我皱着眉 狠狠一口咬下去 血腥味顿时充斥在了鼻尖 陆思青没有停下 反而像发了风般将我扣紧 连空气都要被挤出去 我昏了头 一个小时变成了一夜 恨意在汗水中发散 最后变成一句 我好想你 疯了一夜 到了早晨 我看着满屋狼藉 又气又狠 陆思青你真的是狗吧 始作俑者正躺在床上 呼吸平稳 还在熟睡 阳光洒在他的脸上 勾勒出美好的轮廓 像个画中不知事事的少年狼 我拖着下巴静静看着 回想着这段奇怪的感 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他耍赖皮 要抱着我睡觉开始 还是他看着我 受伤急到红了眼眶开始 不记得了 我不再去想 准备联系陆瑶 把人接走 可才拿起手机 就接到了电话 是沈谜打来的 我心里一沉 那段不好的回忆 出现在了脑海中 我帮你接 陆思青不知道 什么时候醒的 他伸出手 直接拿走手机 按下接听后 又点开了外放 随后将我圈在了 他怀中 喂 齐夜夜吗 熟悉的声音 从手机中传来 我有些反胃 没等我答话 沈谜再次开口 这次有些急切 求求你了 让你男朋友停手吧 我跟田田断了 可工作真的不能丢啊 求求你 不要把那些资料发出去 嘟 陆思青切断了通话 在我井窝蹭了蹭 坏人的话 不要听 我一把推开他 满头疑惑 问 你干什么了 他挪用公款 勾搭上司的老婆 还职场霸凌 我只是把这些事情揭发了 估计得坐上几个月的牢 以后也没公司敢要他了 陆思青歪着头 满脸单纯无辜 我大概明白了 他是知道了医药费的事 这人装傻子 真是有一手啊 想到之前经历的那些委屈 我择了一声 抬脚把他踹到了床下 陆思青揉了揉眼睛 委屈到眉头皱到一起 姐姐怎么这么凶 是我对那个渣男下手太轻了吗 我这就叫人再去折腾狠点 我顺势点点头 说 行 也叫人把你接回去吧 啊 可是我想跟你在一起 一百万一个月 我还得姐姐洗衣服做饭收拾房间怎么样 陆思青笑得乖巧 一张银行卡就这样放在了我面前 紧接着又是一张 直到陆思青把手机也交了出来 我拖着下巴认真思考了一会 最后叹了口气 行吧 陆思青脸上的笑容绽放得更加灿烂 他一把将我抱住 在我发间落下了一吻 没办法 投降了 那就从现在开始 靠养男人发家致富吧 陆思青在家里赖了一整天 除了收拾家务外 还下了厨 搞定一切后 他穿好衣服出门上班 而我美滋滋在家享受轮休 游戏才开始没多久 门外就响起了敲门声 我原以为是陆思青回来拿东西 没想到一开门 看见的是陆瑶 他穿着一件深色风衣 脸上挂着富大墨镜 宝贝 陆瑶嘴角上扬 撇腻腻撒娇 我脸色一沉 恨不得当场把他关外扁 相比起陆思青 我对陆瑶的怨气只多不少 谁家闺蜜天天闹失踪啊 陆瑶黑黑一笑 在我关门之前一脚踩了进来 并且十分不要脸地给我一个大熊豹 宝贝别生气嘛 我这不是主动来挨骂了吗 他取下眼镜露出眼眶下两条淡淡的清痕 我哼了一声 给他倒了杯热水 陆瑶将手指轻轻贴在杯壁上 过了许久才再次开口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消失 他一改 方才不正经 你们姐弟俩道歉 都是一个套路吗 我还是没法压住火器 陆瑶文言神情一正 随后又内疚笑了笑 其实当时父亲病危时 我就想过要不要直接带思青出国 但他想来见你 我皱起了眉 示意让他继续说下去 思青从小就喜欢你 那个时候我天天不着调 弟弟被人欺负了也不知道 后来他告诉我 幸好有你保护他 陆瑶的话让我想起来小学的时候 陆思青天天被人揍得轻一块子一块 为了罩着他 我还特意往书包里放砖块去下别人 后来父亲把我们俩接走 他也一直关注你 还想着去见你 可那个女人盯得太紧 实在没办法 他指的是那个年轻貌美的继母 陆瑶咬了咬牙 愤恨从眼中显现 我本想自己一个人去国外搞定这些事 所以同意思青来你这 原以为那群人不会找到你 可没想到他心那么歹毒 你生日那天思青给我打电话 让我给他点钱说想给你买礼物 我知道那女人早派人盯上他了 所以劝他不要去 可他不听 果然 陆瑶顿了顿 再次将目光投向了我 后面的事我再清楚不过 那种绝望与无助 现在想起还会让我感到痛苦 所以你连夜把他带出国 我稳住了情绪 开口询问 是思青决定的 因为他怕你被盯上 而我也不敢联系你 只能让那群人认为 你和我们没有过多的关系 他写了封信让我想办法送给你 也是为了让你不要再找他 不要被卷入进来 回家后 父亲就断了气 思青也被那女人绑走 这些年我虽然一直在偷偷转走 他股份 但对于这些肮脏的方面 实在没有他强 陆瑶喝了口水 神情黯淡下来 听到这我的心被狠狠揪住 那个继母都敢派人开车 撞陆思青了 在国外势力更大 陆思青到底经受了什么折磨 陆瑶似乎看透了我的想法 他将我的手轻轻握住 说我找到他时 他就剩一口气了 嘴里念着的是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 一份苦涩从心底蔓延 直到喉间 陆瑶轻叹了口气 手心的温度让我渐渐缓和过来 思青在医院昏迷了很久 醒来后不顾一切要回国找你 而我趁着这段时间 也终于收集到资料 把那女人赶出去了 总之 一切都搞定了 他脸上再次扬起笑意 仿佛回到了以前那个嚣张跋扈的陆大小姐 我却笑不出来 半天都不知道怎么开口 陆瑶择了一声 伸出另一只手戳了 戳我脑袋 沈迷那王八蛋的时候我都知道 那时候没办法冲练 所以让你受了委屈 陆瑶扬了扬眉 她的下场你是知道了 你想知道那个什么甜甜的吗 我点点头 当然想知道 陆瑶更加得意 我让一哥们去勾搭她 现在她当惯三那些是直接爆了 别说工作和社交 就连家里人都知道了 哎呀 现在那叫一个惨 陆瑶说着就笑得更欢 一双眼睛都眯成了月牙 我曲起手指 往她脸颊狠狠掐了一下 随后也跟着笑了起来 阳光洒进客厅 一切仿佛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小时候 哎 我地不错吧 有没有上交财产 这小子老有钱了 陆瑶凑近了点 一脸八卦 我嫌弃地问 你这算不算胳膊肘往外拐 何止是胳膊肘啊 我整个人都朝你拐 陆瑶边说边把我抱住 紧得像抱之玩具小熊 我想把它推开 但是了几次无果 干脆放弃了 算了 这辈子算是栽这两姐弟手里了 不过也好 幸亏是他们俩 这辈子在冬04 在是背车上线下宝